台湾新闻开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呢在11月就要登场 美国总统拜登还有前总统川普将在6月27号 重返辩论台交锋 而为了防止4年前两老吵架的戏码重演 主部单位这次呢是特别祭出了麦克风静音的措施 而拜登15号拼募款 在好莱坞巨星乔治·克隆林 以及朱利亚·罗伯兹 以及美国前总统欧巴马的助阵之下 募到了3000万美元 不过当天晚上拜登又被拍到 他在台上一度定格10秒钟 直到前总统欧巴马神救援把他带下舞台 而他的对手川普就狂酸拜登的认知状况 不过他自己啊也是记错了医师的名字 被酸半斤八两 美国总统拜登和好莱坞巨星乔治·克隆尼 以及朱利亚·罗伯兹同框 并找来前总统欧巴马助阵 数号出席洛杉矶的募款晚会 在巨星加持下募到3000万美元 当晚拜登也对美国最高法院炮火全开 拜登指出下一任总统 可能有机会提名两位大法官 如果再由川普提名将十分吓人 试图透过堕胎等议题巩固自由派选票 不过拜登在民主党金主面前又疑似神游 可见拜登拍手转身后突然当机 看着台下定格约10秒钟 直到一旁的欧巴马神救援拉了拜登的手 他这才回神 81岁的拜登认知和思绪多次被对手嘲笑 但川普这回也踢到铁板 在吹嘘自己时讲错医师的信誓 把曾任白宫医师的罗尼杰克森 讲成罗尼强森 78岁的川普有如打脸自己 而两位参选人将在6月27号再度站上辩论台交锋 主办单位CNN为了防止两老吵架重演 规定辩论期间麦克风只有轮到讲话的一方打开 另一方静音 而且不能带道具或小超上台 也不开放观众进场 希望辩论顺利进行 乐好比